想問一下就是王美花她說其實從20多年前就一直在說要蓋變電所 那其實台電也有評估一個方案 只是因為有很多的原因所以一直沒有一個合適的位置 那她是說當時這個松鼓變電所您就是抗議最大聲的議員 當時的議員每個都抗議在住宅區旁邊 所以才去幫他們找地方啊 那找了地方給他們他們都不要啊 重點是這個啊 所以王美花部長可能之前沒有當過部長 他不知道前面的狀況 那你為什麼找了這個地方你都不要呢 就是你沒有要檢討你們原來的設置跟配置 然後20年後才說啊你們現在很急 你們如果開了幾百場的說明會 那為什麼都辦不成呢 就表示你根本不急啊 所以因為他是說他們開了320多場 就像寬黃部說他們開了幾百場說明會 是您認為這個說明會的成效不太假嗎 他就是說明會去找兩個里長聊一聊就叫一場說明會 找個五個人坐下來就叫一場說明會 大型的說明會才開過幾場 然後只要有人抗議 包括委員議員民眾一講反對 他們就停下來 這柯文哲柯文哲七年八年 他們只來過一次開過一場說明會 所以不要告訴我他們是很急 他們從來都不急